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豬肉汛此處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聊聊時事文學和一堆雜氣雜霸的東西 這支影片是台灣男子葉石濤系列的影片第二支 這是關於前輩作家葉石濤的故事 如果你還沒看過上一支影片 建議你先點來看看才能跟上接下來的劇情 而在你看完這一系列影片之後 我也非常推薦你去看看6月17日即將上映的 非常精緻的文學紀錄片 台灣男子葉石濤 銜接上一支影片 我們要把時間快轉到1965年 這一年是日治時期結束 國民政府統治台灣20週年 這也是葉石濤因為白色恐怖入獄出獄 整整離開文壇15年的時間點 在這15年裡面 葉石濤是一個生活四處碰壁的流浪教師 除了播出一點時間閱讀日本文學作品之外 幾乎沒有任何作品發表 更不要說是認識任何文壇人士了 而也就在這段期間 台灣文壇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國民政府主導的反共文學 佔領了絕大多數的文學版面 如果作家不追隨政策的要求 就幾乎得不到發表機會 因此如果你翻開1950年代的文學報刊 佔據主流位置的 幾乎都是有反共經驗的外省作家 像葉石濤這樣的本省作家 你就算有才華有想法 也會因為上一集我們講到的跨語因素 以及缺乏反共的經驗 而沒辦法跟這些外省作家競爭 葉石濤就在這樣的背景下 沉默地度過了25歲到40歲之間 李當是一名作家最精華的15年 這時候的他本來也漸漸放棄自己的文學夢想 結果就在1965年的某一天 他意外在書店看到一套10大本的 本省級作家作品選集 他心裡又驚喜又困惑 什麼時候有這麼多本省級作家默默出現了 這裡面的人到底是誰啊 我怎麼會一個都不認識呢 最奇怪的是這套選集的主編 中兆正跟我同一年出生 都是生活在日治時期的人物 我在西川滿底下當編輯的時候 怎麼會不知道這一號人物呢 更重要的是 這套選集徹底激勵的葉石濤 如果還有這麼多人 能跨過語言跟政策的障礙寫出一片天 憑什麼我不可以 而當葉石濤細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 沒錯 這裡面確實有一批很努力的年輕作家 但從他們的作品來看 他們似乎已經完全不知道 日治時代的文壇是怎麼回事了 他們的閱讀經驗 題材選擇創作手法 幾乎都是從頭開始摸索的 這讓葉石濤心中興起了一股責任感 我應該是那個 負責把這一切傳承給下一代的人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呢 這裡我想先跳出來 比較一下中老中兆正跟葉老葉石濤這兩個人 上一支影片裡 我說過這兩個人地位崇高 文壇並稱南葉北中 但其實這兩個人的文學記憶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兩個人同樣都出生在1925年 但不一樣的是 葉石濤是鋒芒地露的天才少年 18歲就開始在文學圈活動了 而中兆正是大器晚成型的作家 18歲的時候他還只是個熱愛閱讀排劇小說的文藝青年 根本沒有開始提理創作 中兆正正開始創作 已經是1950年代的事了 他跟葉石濤一樣要跨越過語言的障礙 在20多歲的時候重新學習中文 磨練到可以寫小說的程度 這一拖延就讓中兆正成名的時間更晚了 當中兆正以魯冰花享譽文壇的時候已經35歲 他幾乎是葉石濤成名歲數的兩倍喔 不過中兆正雖然晚成但真的是大器 他在1960年代站穩文壇之後不但創作力旺盛 更不斷尋找資源 試圖幫助更多本省作家跨過語言障礙 提供他們發表跟出版的機會 葉石濤在書店讀到的本省級作家作品選集 就是中兆正為了讓許多本土新秀 能出第一本書而去跟出版社拗來的機會 當時中兆正假借台灣光復20週年 呈現新中國文學建設成果的名義 跟文壇社爭取到了這套書的版面 這套書一口氣讓69位小說家 97位詩人登上文壇 可以說是本省級作家在戰後的第一次大會詩喔 在中兆正的規劃裡 這本來是為了讓新人有出頭的機會 可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這套書反而讓他跟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戰友之一 葉石濤連上了線 我常常會說南葉北中可能是文學之神賜給台灣的黃金組合 葉石濤的早會跟中兆正的晚熟 讓他們成為一組互補的搭檔 中兆正的晚熟使他能夠磨練出一身跟戒嚴時代的文壇 搏鬥周旋的技巧 而葉石濤的早會則讓他成為那個年代 少數能夠傳承日誌時期記憶的作家 如果葉石濤再老一點 他可能就沒有能力跨過語言障礙 變成精通中文而能夠二度登上文壇的人 而如果葉石濤沒有那麼天才 跟著西川滿提早進入文壇核心 他就不可能見識到 原來我們曾經有過那麼繁榮的一個文學圈 也不可能把那個豐盛的時代傳承下來 我之前畫了一整集在講葉石濤是天才少年 不只是為了誇獎他的才華而已 更是要讓大家理解 天才與少年缺一不可 那是影響葉石濤文學生涯的基礎 總之葉石濤在1965年認識了中兆正 以及中兆正所組織起來的一大批本省人老將新秀 他認清了自己的任務 我是那個唯一活著回來報信的人 我要用我的餘聲把上一個世代的好東西傳給下一代 好那要傳成什麼呢 主要就兩個方向 一個是國際視野 一個是本土脈絡 我如果說這些作家傳成本土脈絡 大家大概都會覺得很正常嘛 葉石濤中兆正聽起來就很本土 但我說到國際視野大家可能就很懷疑了 真的假的啊 這些人不是都很鄉土的作家嗎 他們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的國際觀嗎 我不否認確實呢 有一些打著本土旗號的人是視野很狹隘的 不過那剛好就不是葉石濤 事實上從閱讀量這浩瀚來看 葉石濤根本就是一隻貪婪的文學怪獸 如果你看我的頻道聽過我的課 覺得我的閱讀量還算可以的話 那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 我的閱讀量跟葉石濤跟我同齡的時候相比 也許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這還只是計算數量還沒有考慮到廣闊的程度 這話怎麼講呢 這樣說好了 如果我跟你說 你接下來的任務是熟悉世界各國的文學趨勢 你會從哪裡開始讀起呢 我猜你可能會從美國日本開始研究 接著開始擴散到英國法國德國這些西歐國家吧 然後再深一點也許你會想要去專研東歐俄羅斯 南歐的意大利 甚至是拉丁美洲的文學 走到這裡 你在台灣已經算得上是學富5G 一個人可以單挑八個文化部長沒有問題了 但葉石濤的恐怖之處是 他沒有停在這裡 對上面的東西他都略懂略懂 但除此之外他還寫了大量的文章 去介紹阿拉伯世界的文學 菲律賓的文學 非洲的文學 韓國的文學 包含北韓的文學 見鬼了到底要上去哪裡找北韓的文學作品 他對於歐洲和日本的熟悉更是現代文心望塵莫及的 他可以隨手跟你談談19世紀以來各種文藝思潮的演變 以及相關的各種作品 包含作家之間的愛恨情仇跟八卦 我怎麼知道他讀過這些東西呢 因為他通通寫出來了 如果你去翻葉石濤全集的評論卷 光是看目錄你就能體會到 讓我頭皮發麻那個感覺 他的世界各國文學憑藉的數量之多 視野之寬 我們根本沒辦法比得上 而他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發現 我們這些晚輩的視野 遠比日志時期的前輩窄很多 如果他不寫 很可能整個文學圈都沒有人知道了 日志時期的作家因為人人都能讀日文 而日本的翻譯速度又快 所以跟世界文壇的最新脈動是很接近的 相反的 中華民國政府的翻譯能量遠不如人 又整天自豪於偉大的中華文化 吸收外來思潮的速度是慢到驚人的 對於葉石濤這樣的人來說 他簡直無法相信在短短的20年之內 台灣文壇就被國民政府摧毀到這麼退化的地步 因此葉石濤的悲怨之一就是憑一人之力 努力把戰前的文壇生態重建回來 或至少重建一點碎片回來 能救多少算多少 除此之外就是本土脈絡的部分了 這條線索6月上映的台灣男子葉石濤會講很多 包含他怎麼努力建構台灣文學史的部分 我這裡就不多提及了 但我要特別講一件事 就是他非常認真的在幫同時代的本省作家寫文學評論 而這個舉動也是日志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良好的習慣之一 事實上在整個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從未建立過一個強固的書評傳統 好的書評當然是有的 但文壇始終沒有那麼看得起文學評論 大部分人都認為評論只是作品的刺激物跟衍生商品 只有文學作品本身才是重要的 但日本文壇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他們認為書評能夠促進讀者和作者之間的互相理解 還能夠鞭策作家進步 因此他們一直都有強大的書評傳統跟受人尊敬的書評家 他們也會舉辦各種作品討論會、座談會 讓作家可以不斷的獲得作品的回饋 就拿上一集提到的 葉石濤高中欲參加的那場作談會來說 那不是一個普通的娛樂活動 大家坐外面聊天吃喝茶就聊事 在作談會裡 他們正在討論當時的話題作 《莊絲總一》的陳夫人 上到文壇領袖西川滿 下到亂入的高中生葉石濤 都可以在那個會上對作品發表意見 而這些作談會的紀錄 也會勘載在下一期的雜誌上引發更多討論 因此葉石濤非常清楚作品不是發表了就好了 作品需要不斷不斷的討論 讓不同的人加進來七嘴八舌 才會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有生命力 然而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壇 本省級作家就是非常邊緣啊 誰會討論他們呢 沒有人理他們啊 鍾肇正出盡全力也只能解決發表的問題 於是葉石濤就接下了後半節的任務 他開始處理評論的問題 從那1965年重登文壇開始 到1987年出版台灣文學史綱為止 這20多年間 凡是重要的台灣作家作品 葉石濤基本上無一遺漏 不但讀過而且統統評論過 這些評論的論點 我們今天可能未必全部都會同意 不過如果沒有他的評論 很多作品可能就默默的消失在時間之流當中 不會被現在的我們發現跟重讀甚至研究了 再一次如果你翻開葉石濤全集的評論卷 你就會看到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點將錄 你熟悉的不熟悉的聽過的沒聽過的 葉石濤通通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我常常會說 在那個中文系不研究台灣文學 外文系只注意英美文學 台灣文學也沒有自己的系所的年代 葉石濤一個人就是一間文學研究所 他對內建立起本土的輔系 對外引介世界思潮 同時還繼續寫他自己的小說 最後還寫出一本 我們至今都要參考的台灣文學史 這任何一件事都足夠別人做一輩子 而他就這樣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的把這些事通通做下來了 天才少年的蜂芒收斂了起來 曾經想要挑戰諾貝爾文學獎的雄心壯志也被消磨了 中年複出文壇的葉石濤知道 他們這一代作家註定要被犧牲了 沒有任何作家可以在這種語言反覆重建 政策虎視眈眈 隨時都有殺生之後的環境下 還能保持原來的創作水準 甚至更上層樓 在很多不同的場合 他都曾經說過 他們這一代人 是註定無法成為偉大作家的一代人 同歸創作者 我知道這是一句多麼沉痛的話 但我更敬佩的是 當葉石濤這麼說的時候 他雖然灰心但沒有喪之 他的意思不是 我就爛所以我就要自暴自棄了 而是 我們沒有機會了 但下一代還有 所以他的一切努力 都是為了下一代作家 鋪平道路 讓我們有更好的環境可以創作 更好的養分可以成長 讓我們有所傳承 並且知道未來的方向 他不但是文學記憶的守護者 更是文學未來的奠基者 說了這麼多 我似乎都沒有談到他的小說 不是他的小說不重要 而是他可以講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我根本都來不及提 如果你聽了這兩集的故事 對他的作品有點興趣 我可以簡單推薦幾本書 我會把他的作品簡單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 你可以先去找他日治時期的 《凌君寄來的信》和《春月》 感受一下浪漫少年時期的葉石濤 是怎樣將台灣古老的四合院 寫得如怨如素 充滿慈祥老人和可愛少女 為了不要爆雷 我就先不跟你說老人跟少女的真實身份了 你就自己去看看 第二 你可以去讀一下《台灣男子簡阿桃》 這是葉石濤的半自傳性小說 你會看到他在白色恐怖時期 所遇到的各種光怪陸禮的事件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從第一時期讀到第二時期 你會非常深切的感受到 時代如何深刻的改變了他的風格 本來的他天真爛漫 但此時他已經變得陰遇自嘲 帶著深刻的創傷了 最後我想推薦《希拉雅墨逸潘銀花》 這本小說是解言之後寫的 解言之後的葉老跟中老心情很好 兩個已經到了退休年齡的老人 就開始比賽寫色情小說 對你沒有聽錯色情小說 這本《希拉雅墨逸潘銀花》 就是比賽結果之一 雖然號稱是色情小說 不過葉老並沒有亂寫 故事裡面的性別觀點 跟原住民題材的處理方法 從現在看起來可能稍微老舊了一點 不過你可以從中看到 葉老性格上的開闊之處 整本小說它都是透過潘銀花這個角色 引喻台灣這塊土地的包容性 當然也有很多18禁的橋段 這場南夜北中大戰 我個人認為是葉石濤贏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當然也請在刑事例上助記一筆 6月17紀錄片 《台灣男子葉石濤》即將上映 你也可以點下方資訊欄的預告片連結 先看看預告片 我們下期見